最近,中国女排前队长朱婷可以说是成了话题人物。 然来,随着2023年中国女排备战的日程越来越紧张,各个比赛的大名单也接连发布,此前大家以为将会回归国家队的朱婷,却一直没有露面。 那么没有参加集训,也不回归国家队的朱婷最近在忙什么呢? 有球迷派到,她正处于休赛期,前几天和闺蜜姚迪在一起过了生日,之后还去香港逛了街,再享受难得的假期生活。 对比国家队主攻战线上的人才缺乏,朱婷的惬意休闲,让不少黑粉都接受无能,所以纷纷在姚迪生日的评论区,以及其余各个平台都发布恶评,恶劣的网络环境让朱婷更加安静。 但也有理智球迷对朱婷的做法进行了分析,不少人之所以不满意,是因为朱婷可以参加国外联赛,却不回归国家队,觉得她有了外心。 其实这才是朱婷负责任的表现,要知道,在国外俱乐部打球,打的是商业联赛,拿钱办事,不涉及国家荣誉,不涉及世界排名,她只要正常发挥就行,也不会过于拼命,所以才可以在手术完半年就上了战场。 但如果是回归国家队的话,她的目标就会给国家挂钩,需要付出的努力、精力都不是和国外可以比的,以她现在不健全的身体和接近30的年龄,还真不一定能扛得起这么大的责任。 所以,在自知没有能力力挽狂澜的情况下,不愿意回归也可以理解了。 毕竟国外只是玩票赚钱而已,打得好与坏差别都不大,反正钱都到手了。 而就在8月22日,朱婷加盟的意大利俱乐部斯坎迪奇也发布了海报,其中朱婷的形象也在上面,但并不是C位。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,朱婷本人其实并没有说为了刘洋就过度拼命消耗自己,甚至只是给自己找了个练手的赛场而已。 而对朱婷来说,她自己也公开表态过,自己会以国家利益为先。 所以如果她的身体、状态等情况真的允许的话,国家队也会主动和她接洽的。 目前网上也有消息,说她会在年底回归国家队,最后打一次巴黎奥运会。 这道厅蛮值得期待的,但如果不出席也无可厚非,属于朱婷的大主公时代已经过去了,未来是新人的天下,能看到有更多新人露面,也是女排的一大姓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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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